泱泱滑下,中岭玉秀,沃土中原,生生不息 2004年,在全球汽车技术创新变革的时代浪潮中 多元汽车装备与郑州市中牧汽车产业员应运而生 历经十余年的深耕经营和温步前行 成为中原地区汽车装备行业的一面旗帜 我是最早一批加入多元装备的员工 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今天的近200个人 从大家都挤在一个几次平方的小车面 到今天有近百亩的厂区 从智能开发单一的专用户角色 到今天可以为客户建设一流水平的生产线 我们这些第一代的多元人 一直秉持着最简单的想法 以客户为中心 切实保证产品质量和交情 让我们的客户满意 以员工为中心 让员工都能够共享企业发展的锋利 作为一家汽车装备领域的研发型企业 每一个项目的成功交付都是环环相扣的紧密配合 从智能生产线研发设计到智慧工厂的稳步落地 凝聚的是多元人的智慧与孜孜不劝的执着 大家看一下现在还有三个月时间 但是我们手头还有四个还在那里 时间还是非常紧 现在我们以韩国这个夹剧项目看一下 现在这个项目的话 下个月的设计任务能不能完成 虽然很忙 但是我们会进巨大楼的按时完成产品设计 生产有没有问题 这个空间 生产目一定携带好内外部绘盘 按时完成生产任务 行 好 Lina一定要告诉客户 我们一定能够满足它的精度和结合的要求 一定按时完成 好的 没问题 在每一个任务的背后 都体现着我们多元人团结一致 挑战自我的精神 每一次的项目交付 我们都会复盘总结 找到其中的方法论 诚信立足市场 精品奉献社会 是多元汽车装备砥砺前行 奋集争先中始终坚守的生命线 咱这个项目方案呢 就按照刚才咱们讨论的来执行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提一下项目的进度的要求 当前客户对咱们的设计 质量和进度都是非常满意的 所以说呢 咱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劲头 再接再地 这就要求我们技术一组 一定要在五天之内 能够把这个三维方案细化完成 技术二组拿到这个三维细化方案之后 在一周之内 把图纸转化到咱们生产工艺部门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好 那咱们就按照刚才的要求来做 把这个项目按时保质保量的交付给客户 与科技为伍 与时代同行 多元装备持续投入在工业机器人的深度应用 以及智能物流系统的研发 吸收并创新国内外先进的机械加工工艺 以持续技术革新 推动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 我们始终把技术创新 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根据公司飞标装备的经验 积极推进产品设计制造的标准化 模块化 以及信息化建设 在CAD CAE CAPP CAM 以及PDM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上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一路风雨 一路歌 满怀豪情 满之果 带着对汽车装备事业的无限热爱 多元汽车装备 在不断创新突破中迫见成叠 成为国内外装备制造领域 具有影响力的标杆企业 干一项工程 数据做封碑 这是我们多元装备 每个员工都刻在心里的企业文化 2018年 多元人在美国 2019年 多元人在阿尔吉利亚 2020年多元人在泰国 2021年多元人在卡塔尔 我们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很多行业里面的标杆性向 为客户提供了大量行业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对效率和结果都有着极大的改善 当然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的跌代和完善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在企业内部的软件建设 人才培养的梯队化建设 以及内部协作流程的标准化建设 聚焦智能与制造 推动汽车智能装备文件发展 为足夺自动化建设 贡献力量 一晃20年过去了 往昔的增容岁月 历历在目 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同志 不断地加入多元 我们归藏性 希望公司在一代代年轻人的手中 可以有更高更远的发展 我们这代年轻人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一定要将多元装备品牌化全球化 对于多元装备未来的发展 我们有着非常明确的戒热目标 以及实现的路径 多元装备在未来的两年 要完成信息化和工业化的结合 为接下来迈向国际化进程 打下坚实的机会